1 2 3 4 Get my shoes and out the door 5 I'm alive 6 7 8 Feeling great 9 I'm gonna shine Life is good I'm doing 5 and 10 Gonna do it right And do it And look into the sky With all the beautiful color But there's more than just for me So gonna share it with another 相信看过007电影的同期 一定对那位左勇美女 又打手枪 混号詹姆斯邦德的极品绅士 印象深刻 但如果我说007桩 詹姆斯邦德的创作原型 正是那位吃软饭 吃到嘴软的撩妹狂魔 伯菲里奥 路维罗萨 你在我心中 是最美的 我现在还缺一辆车 给你车 不知道你会不会同我一样 表一句流利的英语 MMP 路维是不是这样想的 他想做一个高雅的小白脸 跑世界上最出名的好莱坞名将 富豪富婆 名媛千见 路维深知 形象 永远是符合妹子的第一关卡 他把倒卖签证赚取的第一桶金 全投资在自己身上 为了不让自己看上去像个山炮 他专门跑到巴黎 找最有名的裁缝 量身剑裁西装 找最贵的沙龙做发型 找最好的鞋匠做鞋 甚至连内裤都要定制 不然裤子一脱 露出印着 健将logo的内裤 那得多掉脸子 不管你信不信 路维都是世界上 最尊重女星的花花公子 只要他在的聚会 都力图让每个女人 都觉得自己 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 他同事揭幕的妻子 米尔爵 瑞卡特说 当路维和一个80岁的老太太 或4岁的小姑娘说话时 即使是世界上 最美的女人走进来 他也绝不会看她一眼 那他是面对 恶罗多姿的石榴姐 他也会微笑地听完那句 我要跟你生猴子 在跑牛上 路维从不轻易对妹子 说甜言蜜语 而是付出行动 为了讨妹子还心 他可以跨越半个地球 大飞低送鲜花 以此来制造各种闹 用他的话说 哪怕是非洲草原上 酋长家的女儿 我都能在他每个月 姨妈来临之前 准时送上一份 爱心姨妈金 除了这些 路维的床上功夫 也是大师级水准 据说他下题尺寸惊人 用过的妹子都将好 请问你觉得路维如何 好莱坞女星莎莎家宝说 跟路维一夜春风后 物完全脱离了现实 可以说 路维就是靠这份坚持 隐生生地征服了数不清的女名将 女土豪 当然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靠睡妹子 成了一代富豪 不愧是小白恋中第一人 路维生前说过 恶好的不是妹子 是钱 如今看来 这哥们不但做到了 还让后人忘记向背 试试证明 吃软饭 也可以挺着腰杆地站着吃 但前提是 你得有他一样的 撩妹技能 获取更多撩妹技巧 关注浪极教育微信公众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